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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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的粗暴干预 欧盟香港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10月2号的时候就发表声明表示说 香港持续的动荡和暴力升级 包括警方使用实弹导致示威者受伤 令人深感不安 声明表示 和平示威等自由必须得到保障 执法部门的任何行动都应该保持严格适度 另外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四 也就是10月3号的时候 在接受媒体询问的时候就表示 对于香港发生的事情非常的遗憾 尤其是执法人员用枪过档造成了人民的重伤 另外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发表声明认为 使用实弹式反应过度 只会让局面更加的紧张 另外欧盟星期三的时候 也发表声明再次的强调说 克制降温和对话是目前唯一的路径 中国公司借和英国帮朝鲜运煤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总部位于伦敦的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一项 调查在英国注册的公司 为朝鲜规避国际制裁提供了便利 报道披露了英国公司 如何被用来经营从朝鲜偷运煤炭的货船 煤炭是朝鲜最大的出口产品 联合国案理会说 煤炭收入为平壤的核武器计划和弹道导弹项目 提供了重要的资金 正因为如此 朝鲜煤炭行业受到了美国 欧盟和联合国的制裁 不过英国皇家联合国 联合服务学会的一份报告就说 在英国注册的公司 在平壤绕过这些制裁方面 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皇家联合服务学会的哈米什麦克唐纳就表示说 在英国注册的实体 被用作参与非法走私 朝鲜煤炭船只的前沿公司和船主 这违反了联合国案理会的决议 报告详细的介绍了朝鲜 如何通过利用 由全球参与者和公司结构组成的 复杂的网络进入美国和国际金融体系 其中这样一个网络就是 威海世界航运总部设在中国 该公司的六艘船只被发现参与了走私 朝鲜煤炭其中有四艘船舶是由英国注册公司 所拥有的 麦克唐纳说 这些前沿公司背后的网络之所以这样做 有很多的原因 其中包括混淆网络的源头 而该网络已经被联合国案理会制裁 他们还利用英国的系统 披上可敬的外衣 以降低对其活动和参与这些活动的传制的审查 台湾修法专抓共谍最终无期终身追诉 台湾立法院初审通过国家情报工作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 加重了违法者的刑责 如情报人员从事间谍行为 且泄露交付情报给外国境外敌对势力 最终可以判处无期徒刑 并且改为终身追诉 此外陆委会4号的时候也公布了没有台湾退役的将领 出席了中国大陆的十一国庆 台湾的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2号 初审通过了国家情报工作法的修法重点 是提高刑度罚金还有延长追诉期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台湾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赵伟 民进党的立委赵天林3号的时候就指出 国家情报工作法是执政党推动国安六法之一 赵天林说着重在间谍行为就是受中共党政军实质控制进行侦搜 或是相关资料的收集破坏相关部分 这样实质间谍行为提高他的行则 延长追诉期到终身 赵天林等提案的立委都指出 修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产业发展与经济安全 不受境内外不公平竞争手段所导致的负面影响 赵天林指出 修法还把经济间谍纳为了间谍反情报防治的重点 台湾参与APEC也受到了中国的打压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最近又转向了国际组织 台湾今年仍然没有获得邀请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友邦及美国法国日本还有新西兰等友好国家都发表了声援 另外中国大陆再次的打压台湾出席 已经以正式会员加入的参加亚台经合组织的会议 中国大陆上个月接连的夺取了台湾的两个友邦之后 持续的打压台湾参加国际组织 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说 中国大陆打压台湾以正式经济体会员的身份 参与亚台经合组织的会议 知情是透露说 中国不断的在小地方干扰台湾参加APEC的各种会议 甚至只要文件上出现了与主权有关的字眼 包含国家的国际的等等 中国一律的提出抗议 让台湾代表团必须浪费许多的时间寻找历史文件 证明这些字眼过去曾经使用过 哈萨克斯坦再一次发起了反华的游行 敦促当局千万不要陷入一带一路的陷阱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说 中国十一国庆的前夕 哈萨克斯坦的首都 努尔苏丹阿拉木图等地再度的爆发了反华的示威 示威者抗议中国将55家的企业牵制了哈萨克斯坦 他们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 令哈国陷入了债务危机 也有哈萨克斯坦人抗议中国把新疆的哈萨克族人 关入了政治再教育营 近一个月以内中国的邻国 哈萨克斯坦已经多次的爆发了反华的示威 继9月5号21号之后 9月29号 努尔苏丹阿拉木图等地均由数百的人拉起了横幅 喊口号抗议中国在当地建立企业工厂 并且污染环境 阿塔诸尔特人权组织的负责人马克苏提汉 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就表示说 9月29号 哈萨克斯坦的两个城市 努尔苏丹和阿拉木图同时进行了反华的示威 每一个城市的示威者大概有几百人 他们高喊着反对中国一带一路政策 反对中国的55家工厂迁到哈萨克斯坦 反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法西斯主义民族灭绝政策 拉的横幅使中国人滚回去 朝鲜宣称成功地试射了新型的前射弹道导弹 朝鲜中央通讯社10月3号的凌晨就报告说 目前成功地试射了新型的北极星3号前射弹道导弹 并称此举对邻邦国家没有安全上的不利影响 朝鲜是在2号的时候再度的试射了导弹 也是今年5月份以来的第11次 其中一枚导弹落在了日本的经济海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此强烈的谴责 并向平壤当局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美国则呼吁朝鲜避免挑衅 并遵守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作出的承诺 美朝双方预计在10月5号就核武器问题展开工作性的商谈 有分析认为在美朝重启协商之际 朝鲜可能透过公开的展示新型武器来向美国施加压力 韩国的军事专家则分析认为 北极星3号前射弹道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达5000公里 从外观设计来看 与中国、俄罗斯、美国所拥有的前射导弹非常相似 应控克什米尔因为通讯的控制 引发了当地记者举行示威活动 根据法广的报道说 星期四有数十名的记者在应控的克什米尔地区 举行了示威活动 抗议政府最近两个月以来推行的通信管制等措施 导致了记者没有办法展开工作 今年8月 新德里单方面的宣布了废除宪法赋予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以来 虽然该地区的电话线路已经得到了恢复 但是斯里纳加绝大部分的地区的互联网和手机网络 仍然处于被切断的状态 为了上网当地的250多名拥有记者证的记者 需要前往大城市 斯里纳加 那里有一个受到了政府管理的新闻中心 不过这个中心仅配备了十台电脑 记者们往往需要等候数个小时才能够上网 上网的时间最多仅为15分钟 另外 此一新闻中心没有固定电话线 记者们如果使用手机则需要登记姓名 记者们认为所有电脑都可能受到监控 此外新闻中心的网络网速太慢 大概迫于政府的压力 克什米尔地区的报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只发布了官方的公报或者一些轻松话题的报道 没有任何关于斯里纳加以外的新闻 英国议会10月8号再休会 约翰逊说脱欧不会动摇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天空新闻 星期三的时候援引匿名消息来源化 就表示说 英国首相约翰逊将于10月8号再一次的让英国议会休会 等到10月14号 他将提出一套新的立法的计划 消息譬如说 英国首相办公室宣布 政府计划议会从10月8号晚上起休会 英国女王演讲将在10月14号举行 届时议会将复会 上个星期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约翰逊建议伊丽莎白女王让议会休会的行为违法 并且责令议会复会 星期三的时候 英国首相约翰逊再一次的敦促欧盟做出让步 还誓言10月31号脱欧不会动摇 欧盟重击脸书要求全球性的移除诽谤内容 根据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欧盟的最高法院欧洲法院今天给予了脸书重重的一击 裁决欧洲各国的法院可以下令在线上平台移除全球各地的诽谤信息 欧洲法院的这项备受瞩目的裁决当中就指出 欧盟法律不阻止法院下令移除资讯或者要求全球范围之内的封锁 这些案件原本由奥地利的绿党政治人物格拉维什尼克向该国的法院提出 他诉请脸书移除法官认定重伤他名誉的贴文 那些贴文可以被全球各地的脸书用户看到 奥地利的高等法院其后将本案移送到了欧洲法院征求意见及裁决 由于欧洲法院的裁决无法上诉 此裁决将作为全欧洲的裁判依据 除了要求删除诽谤讯息 格拉维什尼克原先还要求脸书提供讯息 供出发表最恶毒评论的虚假账号用户的身份 这项裁决将被视为欧洲监管机构的胜利 欧洲监管机构期望美国科技公司在仇恨言论 以及冒犯性的内容上能够达到严格的欧洲标准 不过欧洲法院上个星期曾裁定 谷歌公司没有全球性适用欧盟严格被遗忘权的法律义务 意味着谷歌不需要移除全球范畴的敏感各自链接 这是搜索引擎巨头谷歌的一项胜利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中文字幕提供